美国向来是著名的素食大国 在人造肉的构建方面分量极大 且多次涉及汉堡领域 一直以来 美国的影视文化给人留下最典型的印象 众多知名的连锁快餐店 如麦当劳 肯德基等 更是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跨国企业 不过由于美国市场 甚至是北美市场的开始 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 然而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家连锁素食店 安号码却并非如此 他不管是在美国全国 还是在全世界都具备一定的知名度 有趣的是 安几乎都是在美国西岸开设分店 而加州更是其中的大本营 在美国东岸几乎完全找不到intranet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拥有众多忠实粉丝 还是许多好莱坞大明星的最爱 他在对待员工方面也是出了名的慷慨 在美国消费者调查中常常被提及 这也不禁让人好奇 为何他每年的门店数量不多 却能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今天就让我们来瞧瞧Enen Dot汉堡 其最为知名的便是对员工相当慷慨 给予非常大方 根据加州当地媒体208年的报道 该店经理每年平均可赚16万美元 是美国其他素食店经理的三倍 甚至包括硅谷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11万 而其兼职员工的实薪为13美元 这远远高于加州大公司的最低工资标准 而且即便这些员工没有大学学历 只要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认为 在公司待遇和福利方面 他们确实是最好的之一 该店营运副总财王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之所以开出这样的薪资与福利 是因为他们认为优质的服务需要高质量的员工 而高质量的员工正是公司的创始愿景 如此一来意味着生产力也提高了 从长远来看公司的利润会更大 而其他连锁快餐店往往是因为有股东压力 但这家店没有公开上市 但毕竟是餐饮业 其经理要负责从餐厅员工培训到柜台清洁等诸多事物 很多人都形容这份工作十分艰苦且节奏快速 要做好工作并不容易 不少人还会提及这家公司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超过98%的人表示 他们会将在这家店的工作推荐给朋友 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开幕 位于加州鲍德温公园的创始店 由创办人哈利·斯奈德和他的妻子埃斯特·斯奈德创立 再次之前一年 它是加州第一家德莱苏快餐汉堡店 驾驶者可以通过双向的麦克风喇叭 在不用下车的情况下 向店员进行点餐并接收餐点 之后驾驶车辆离开 虽然这个方式在现在看来是在寻常不过的了 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吸引人的做法 因为在二战后的加州 流行的是一种名为卡号的方式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卡号 KOLOF虽然同样是免下车餐厅 但与德莱苏不同的是 顾客会把车停在餐厅的停车阁内 拿着菜单就可以直接点餐 点餐完成后就会有服务生送成果 放在可架在车窗上的托盘 顾客便可以直接坐在车上享用餐点 有趣的是 一开始是由男性服务生负责送餐 但二战导致男性不足 店家后来发现 如果让年轻漂亮的女性送餐 声音效果会有显著提升 于是一些店家在送餐过程中增添了新花样 比如使用汉冰鞋加速 或是在送餐过程中展现花式 这些年轻女孩由此成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而这家美国连锁餐厅开创了该项服务的先河 目前仍有一些餐厅把这种特色服务当作噱头 我们继续把镜头转回到它的初期发展历程 起初其发展范围平均仅局限于南加州 在成立十周年时 仅有五家连锁店 主要是因为奈斯特夫妻俩相当注重产品质量 并不急于扩张分店 他们有两个儿子 盖伊斯奈特和李奇勇斯奈特 两人从小就在店内帮忙 对公司业务相当熟悉 到了1978年 此时已经创办多年 但分店数量仅仅只有18家 在美国的连锁快餐店中属于相当小的规模 由此可见 埃利斯·斯奈特在经营上相对稳健保守 不会急功尽力地做出决定 而她对于自家产品的品质非常看重 这也是她缓慢扩张的最大原因 对她来说 能够掌控每间分店的状况是至关重要的 1976年 创办人哈利·奈斯特因癌症去世 年仅24岁的小儿子李奇 成为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打她一岁的哥哥盖伊担任副职 母亲艾斯特则在会计部门工作 共同维持着家族企业的运营 在这个时候 在李奇的规划下 公司进入了高速扩张阶段 即便如此 她依然保持着父亲的坚守 也就是只提供最新鲜的食物 这也使得李奇拒绝更改菜单 也拒绝采取加盟模式 即使到了2022年的现金 老总裁李奇的女儿林希担任总裁 但她仍然没有打破这些原则 有观点认为 能够在美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杀出一条血路的关键 首先就在于提供最新鲜的食物 完全不会经过冷冻 微波或是预先包装 事实上这些分店 甚至没有微波炉和冰箱 就拿汉堡肉来说 公司购买新鲜的上等牛肉 运到中央厨房 再由专业人员手工处理牛肉 分割成肉饼后 分发到各个分店 完全没有任何添加物 填充剂或防腐剂 是百分百的纯牛肉 而且面包也是自制面团 经过6到8个小时 长时间的发酵制程 马铃薯也是被装在 大包袋内运到分店 员工将整颗马铃薯切条 然后直接进行榨制 做成马铃薯薯条 其市场主要在南加州的马铃薯 据说这种马铃薯 非常适合油炸 就连奶昔也是用冰淇淋制作的 也正是因为这项坚持 所以林熙说的分店 都会在中央厨房 方圆600英里的范围内 因为再远的话 就难以保证品质 所以目前的分店 几乎都集中在美国西岸 在美国东岸完全看不到 那么未来公司 会进军美国东岸吗 现任总裁林熙 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 iPhone4被认为在一年里 其产品品质 可以有力地抗衡对手 而且公司不会如同 其他竞争对手那般 做出诸多改变 这会让顾客去思考 产品是否直销 这似乎间接地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李奇也拒绝更改菜单 直到现在 由于坚持这种作风 公司公开的菜单上 仅有汉堡 薯条 奶昔和苏打水 奶昔仅有草莓 香草和巧克力 这三种口味 汉堡有以牛肉饼 生菜 番茄 以及千岛酱 作为基底的特调酱 顾客也可以选择 是否添加洋葱 汉堡又有汉堡 起司堡和双层堡之分 乍一看选择有限 但依然有所谓的秘密菜单 也就是顾客可以 基于以上食材 进行个性化要求 任何一种组合都可以 最常见的是 由三片牛肉和三片起司 组成的三成以三 以及四片牛肉和四片起司 组成的四成以四 还有没有牛肉饼 只有烤起司的烤起司 用生菜替代面包的蛋白质风格包 由烤起司 炒洋葱和酱汁的动物风 由于这些热门选项 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所以实体店虽然不会显示 但有些秘密菜单 在官网并没有出现 比如叠放很多牛肉的 二成以四之类的组合 以及有两片牛肉和两片起司组成 且完全没有面包 生菜 洋葱等配料在内的 飞行的荷兰人 还有单纯在薯条上 淋上融化起司的起司薯条 以及将三种奶昔 混合在一起的纳布雷斯 在过去 公司并不限制顾客 如何组合这些食材 但在2014年年底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网友点了 由100片牛肉和100片起司 组成的100成以一 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 自2005年开始便是如此 李奇也一直拒绝 开启加盟连锁的途径 直到现在 每一家分店都是由公司 直接经营 尽管有很多呼声 希望他们开放加盟 但斯奈特一家人觉得 加盟连锁会致使 他们失去对品牌的掌控权 以及他们一直努力 去实现和维护的经营理念 也正因为如此 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开上市 而是一家私人公司 目前的总裁是林希 他在2015年公开强调 永远不会被收购或上市 他们对产品的执着 也赢得了美国消费者的认可 在疫情前的2019年 美国某调研机构 MK4曾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Innocent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汉堡连锁店 支持率达73% 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在顾客中拥有最佳的体验 和最高的忠诚度 这让麦当劳都黯然失色 这些年持续发展壮大 分店数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 并且也踏入了美国西南部 在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 犹他州 德克萨斯州 俄勒冈州 以及科罗拉多州都能享用到 由于没有上市 不会对外公布财报 无法得知具体业绩情况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或许很难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 看到Innocent大规模开店